什麼種與你,節目主持人,林鄭晴 是不是開始了,導演? 快點 這個鏡子是嗎? 大家好,端午節快到了 跟大家說過Mr.Watt的故事 來了來了,來了 趕時間了,還說什麼故事? 趕著我要去HIT,是嗎? 今天我們就教大家做個端午節應節食物,什麼種? 沒錯,我今天教大家做一個工種 不同的工種有不同的特色 不同的工種幫大家爭取什麼? 拳頭 權益啊,紙 那不如先介紹一下材料吧 這麼心急幹什麼? 很趕時間嗎? 讓我說 讓我先介紹一下今天的材料 首先的是 冤枉 我一定會被人冤枉 讓我說,不要太多說 首先把冤枉放進油 到插熟它 插到它化完之後 大家不就沒有了冤枉嗎? 對吧? 知道是什麼嗎? 米子 是五斗米 是呀 不可以為了五斗米而折腰的 要爭取應有的權益 知道嗎? 有它,不要撿 這個是 芝麻綠豆 好 還有,你拿上來看看 放在心口看看 是 插上身 工會 所有芝麻綠豆小事 都會插上身 幫大家爭取權益 做這個工種 要有什麼技巧呢? 最重要呢 當然是 溫柔啦 不可以太猛的 吃之前 拿一 關心 還有 上心 來沖茶 就不忘初心啦 五碗水 煲一碗水 吃之前 插一下口 吃之後 又插一下口 那就不會濟 那就不會有排制 對 厲害 哎呀 搞這麼久都還沒搞得到 等我們來出手 哪位啊 對了 下班了 下班? 再見 師傅 今天教我們包什麼種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呢? 可以可以 今天介紹就是 果精種 有糯米 煸綠豆 燒鴨 連節 一個鹹蛋黃 我們醃了肥肉 肥肉是用五香粉 沙薑粉醃過的 還有玫瑰露酒 冬菇 還有一些鹽柱 我們現在先把一塊荷葉 這樣去 好大塊 先摺好 好大 先摺好 這裡也是 我也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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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吃 師傅你可不可以教我 當然可以 有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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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厲害 有骨 這裡沒有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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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 竹葉鋪好了 首先先放冬菇 先放冬菇 先放冬菇 放冬菇在底下 這一堆糯米 我們手大約是一兩半左右 一手大約是一兩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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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手大約是少了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很順暢 然後再拿一些綠豆 綠豆 先鋪上去 師傅不讓我拿 怕我浪費 然後就放了所有材料 放了所有材料 我們又放了肥肉 如果不用肥肉 可否用其他肉來代替呢 如果不放肥肉 它沒有那麼香 接著要放一些瑤柱 瑤柱我想要多一點 這個東西吃掉了 再放一些綠豆 然後最後 我們再放糯米 再放一堆 一堆 師傅你得了 師傅你真的怕我浪費 是嗎 死也不讓我拿 把米撥起來 撥起來 對 OK 很漂亮 很漂亮 你漂亮一點 放一塊 這樣 高高的 不要壓下去 不要壓下去 都分底面 都分 骨頭在上面 對 今次骨頭在上面 對 好了 這樣 一山丘 這樣 然後 一隻手 撥過來 一隻手 撥過來 對 你的手 這兩個手指 這兩個手指 雜住這兩個 雜住這兩個 雜住邊的角 雜住邊角 對 接著就包在這裡 然後包在這裡 嗯 這樣包上去 對 然後 這樣 對 就完成了一個初形 兩條鹹水草 嗯 這樣在中間那裏 然後呢 把它過來 不是在中間 在三七位 是 三七位 打了十字之後 再反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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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另外一個三七位 又打十字 哇 這麼多三七位 是啊 再反轉它 再反過來 又在一個三七位 又包十字 包到最後的頂這裡 我們在一個三七位的角 三七位 又是 這樣就 摺進去 摺進去 這樣 拔一拔它 然後 然後 金石和風 轉一轉它 這個位置就結實了 完美的果凸 這樣 哇 包完了 好漂亮啊 師傅 那我現在是否馬上蒸 就可以馬上吃 當然不是 我們還要 煮三個小時 用回 煮中的水 一直浸到 千萬不要放凍水 讓它浸一份晚上 哇 哇 哇 好香啊 師傅 麻煩你了 好棒啊 好棒啊 Husen 還沒酒給你們 哇 很棒啊 弄點來試一下 好啊 為什麼要弄的 你們試一下 好味啊 嗯 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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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啊 那些荷葉味 我吃到 剛剛吃到的 豬腩肉 嘩 不花腩 不花腩 有香 香 好吃 今天非常感謝師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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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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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飲食職工總會 每一年都會接著 節慶的家日 做一個奉戀的愛心行動 接下來是端午節 我們在這段時間 都會組織我們的理事 武師 和義工 一起在工會的平台 製作這個愛心總 這個活動 每一年 大部分都由我們香港 資源的檢心師 總會的理事導師 一起去 和義工去幫忙 去做這個 我們又會送給 我們65歲的會員 其實工會每一年 都會趁著幾個日子 做這個送願行動 包括月餅 中秋節 我們有愛心的月餅 過年我們就愛心的年高 這段時間疫情 是有些防疫的物資 連同我們的愛心總 一起送給我們 那些65歲以上的會員 我希望這個活動 能夠可以得到 我們的會員 一個自營的氣氛 亦都是令到 我們一些義工的理事 能夠迎接一氣 為了 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 是個新的大席 嘛 這個活動 在這種活動 就是這樣 可以開動 谢谢观看